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得美国的股市今年持续攀高的涨势也为之中断 分析师认为显示的是美国股市的转折点已经到了 将会开始显著的拉回 美国在3月份的CPI现在是超出了预估的升幅 利率期货市场交易商今天就在数据出炉之后 大幅的下修了今年的利率降幅的预期 可能的降幅缩小到一到两码之间 比CPI公布之前的两到三码又进一步的下滑 也比联准会自己预期的三码的降幅要小得多 而交易商原本预期7月第一次降息的几率达98% 现在这个几率降到了50% 著名的经济学者普拉萨则说就算Fed还有意今年降息 但是最近的数据使得Fed决定降息时机的任务也更为的复杂了 在现在可以看到在美国的CPI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比预期大 粉碎了市场对联准会6月降息的希望 那么看得到的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还在继续的延续下来 并没有因此而就是减缓 好接着我们再看到的是为了避免大众遭受到有毒的永久化物质的危害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在今天宣布第一个全国性自来水标准 这些化学物质可能导致严重健康问题 包括癌症或影响儿童发展 肉眼无法看见的全佛和多佛的晚积物质 存在水土壤空气食物中会在人体当中会累积的 在环境中也没有办法自然分解 美国环保署说这项新规定可以减少大约1亿人 在供水接触到PFAS的机会 避免数以千计人死亡 以及数以万计人患上严重的疾病 接下来我们看其他方面美国新闻 我们看到就是在由1976年起 在美国大选辩论都在每届总统选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每次都会有数百万人观看候选人为争取选票的辩论 现在五大电视新闻网则是罕有的一致行动 要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出席竞选辩论 到目前为止拜登是拒绝承诺到时会亮相 川普虽然答应了 但是外界也担心他来个临时变卦 使得这一项连续推行 维持将近50年的传统 有可能就毁在这两个人的手中了 现在在研究方面或者说民调方面 发现最新的结果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支持率 是平分秋色五五分二至差一个百分点 情况如果持续下去 民主党在11月的总统国会和各州选举中 都有可能会陷入苦战 这一次的皮尤调查发现 49的受访者支持民主党 48的受访者支持共和党 在报告也说 共和党选民人数长期少于民主党 在欧巴马连任之后 共和党曾经检讨过要扩大基本盘 争取少数族裔把它列为重点 12年之后的现在 支持共和党的西班牙裔人数 确实有所增加 白人蓝领和农村人口也增长 情况现在对共和党有利 不过反过来那当然对民主党就不利了 下面再看到美国农业部现在更新了 WIC赋幼特殊营养补充计划的膳食指引 儿童兑换蔬果的补助金额 会由每个月9块钱上调到26块钱 但是同时会减少在牛奶果汁方面的补贴 也希望借这样子的调整 妇如的饮食的结构 调整中牛奶今天有所减少 当事人换取牛奶的数量 在以往是每天建议摄取量的128% 现在下调到71%到96% 完全已母乳普育孩子的妇女 每个月还可以领取的牛奶上限 会由6加轮 现在降到了4加轮 虽然指引建议民众进食100%的全穀物早餐 但是新规定的相关比例仅仅要求75% 果汁量也有所减少 在现在食品和营养局发言人则形容 这次改进有利于妇孺 可以让他们终身健康和福祉 带来长远的影响 接着再看到 这是阿里桑那州的最高法院裁定 当地将会恢复160年前所通过的 近乎全面禁止人工流产 也就是堕胎的法律 在分析则说 在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韦德 案之前涉事的法律 已经被搁置了数十年 而在阿里桑那州内的法官 这次的举动 导致堕胎议题重新回到公众的视线 11月大选时 可能也会影响到在阿里桑那州的形势 在裁决消息传出之后 该州的民主党籍总检察长批评 这个举动非但不合情合理 而且还是侮辱了女性的人身自由 它是不会援引法律 起诉任何医生或妇女的 而发生在欧海尔州 去年2月3号的火车事故 这辆火车挂载的5个储存钢砖 它装有绿乙烯 出事之后爆炸燃烧 冒出大量黑烟 威胁到区内4700人的健康 现在呢 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 就是要同意支付6亿元的赔偿 为这一起货运列车脱鬼事故和解 但是和解的协议 现在还必须要等法官来批准 下边我们又看到赵回的新闻了 提醒朋友们 请把相关的报道要记住以外 你可以到德州中文台 我们的网页上或者脸书上去看 包括了图片 包括了内容 那么我们的网页是 你好houston.com 你好是拼音 n-i-h-a-o houston.com 你好houston.com 朋友们可以上去 可以查询得到 这是又关于 这是韩甲醇 可以严重的话 会让使用的民众失明 或者昏迷的 一个叫做Arupa Alloy的洗手液 现在要召回 这家公司正在召回 全美国各地销售的 两款受欢迎的消毒产品 发现产品当中 可能导致昏迷失明 或者是失明的常见成分 就是甲醇 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的通知说 顾客应该停止使用这些产品 或者就直接丢弃 因为接触大量甲醇 会导致恶心 呕吐 头痛 视力模糊 昏迷 滇尖 或者更严重 永久性失明 还有中枢神经系统的 永久性的损伤 甚至会丧命 制造商则表示到 目前还没有收到 任何与这些产品相关的 不良事件报告 由新冠疫情之后 在市面上免洗手的 洗手液非常受欢迎 而甲醇也常常被人 作为乙醇的廉价替代品 添加到酒精饮料或产品当中 这一次召回涉及酒精含量 为80%的这一家厂商的 洗手液凝胶 装在12盎司的深绿色塑胶品中 好 最后我们看到的 这是在厄勒冈州的 彩票局发言人表示 彩票在波特兰市 一家Plate Pantry便利商店出售 现在这个13亿投奖的幸运儿 就在第二天出席来领取她的奖金了 不过在她领取这个笔巨额奖金之前 还是需要进行身份确认的工作的 而幸运者是Mimi Mouser 她表示她几乎每天都在买彩票 而现在她就想要到出售中奖彩票的商店 去看一看 那么这位女士幸运的 现在成为13亿投奖的得奖人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湖美剑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 休息前再度提醒大家 这是关于在New Smile Implant植牙中心 黄医师的特别的讯息 提醒朋友们 CatScan X光的断层扫描和咨询的服务 但是这个免费500元的优惠 大概很快就会有所调整 目前德州中文台还没有收到 Dr.黄在这一方面的通知 但是侧面消息了解 这个500元的优惠 大概会有所调整 调整多少不知道 也许调整为半价 就是你付一半 你付250 也许调整100元的优惠 就是你少付100元 你付400元 但是目前还是完全500元免费的服务 所以提醒朋友们 你最好还是和New Smile Implant的 这个华裔经理黄经理 先跟他联系 先登记一下 保留一下你的名额 就算你现在没有办法去 但是你先把名额保留下来 到时候呢 Cascan可以让你了解 你最少要指几颗牙 你的牙床股是如何的情形 你需不需要补股份 你有没有其他的牙齿 或者牙床的问题 Cascan一目了然 所以这500元的免费的 Cascan跟咨询是非常划算的 现在你就可以先和黄经理 先登记一下保留你的500元的优惠名额 他的电话是346678 9879 346678 9879 朋友们就直接和黄经理 去联系登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